3 2 1 GO 漏寫了哪一個單位執行的 這個民調 那當然我們在接下來的 這個新聞訪談 媒體訪談中 我們就馬上補充 民調的執行單位 所有的細節 當然這不表示 事後的補充 不表示我們第一時間 公布的新聞稿 漏寫了這個資料 摊開時間軸 投票日是在今年1月8號 吳英農公布日期 在去年12月24號 也就是投票前兩週 吳英農進總公布 他支持度為38.5% 王鴻威43.1% 落後4.6% 當時就遭萊茵質疑 違反雪霸法 但吳英農陣營回應 民調委託黨中央執行 是客觀數據 中選會後續接獲 多起檢舉調查 認定吳英農自行發布民調 未載明調查單位 就是針對這個疏忽 那也提醒大家 公布民調前 記得再看清楚一點 我想這是提供所有候選人 應該是逐以警惕的 中選會8號發文 吳英農要求在12月20前 繳清罰款 只是為何時隔一年 調查結果才出爐 致電中選會沒有回應 不管是選將或選民 也難免為此打上問號 TVBS新聞黃萬維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